我不太要禮物的 房子吧 我跟我老公一直都把看房 當成習慣和興趣 我們就是一直看 曾志祥34歲 禮物許元一間房 留平安金鐘落敗 有什麼好安慰 超養生的曾志祥第一 親戚擔任肺癌公益大使 養身體是有在計劃要生寶寶嗎 沒有 我一直都很養生 我常常跟女生說 不要等到你要懷孕的那天 才在養生 因為來不及 其實我這兩年 我把工作降到的量 降到大概一半 我接下來的目標 我已經跟所有人宣告 我說我要 我要過簡單的生活 也要好好的陪自己和家人 那現在給出國 會去特別找老公或看班嗎 我有問過他 但是他說 他捨不得我這樣子飛來飛去 還要隔離什麼的 所以他一直跟我說 他快要回來快要回來了 他的生日是大公跟他過的嗎 我知道啊 我有看到一些影片蠻可愛的 因為他有跟我說他幾點會收工 所以我就一直在stand by 跟他試訊 我就是拿了一個可愛的蠟燭 然後幫他唱歌 他今年有把一個願望給我 他說 我就說你長大了 男生有時候要成熟的比較晚 我會怎麼過喔 其實我不太有過生日的習慣 生日周就是一個 一個理由 可以跟所有我愛的愛我的人 輪番上陣的聚餐聚會 對 目前好像已經累積到無常 有點恐怖 有跟老公許願嗎 跟老公許願 我們好像不太送禮物這一套 我最怕的就是禮物 因為我東西太多了 我工作的這些互惠的東西 然後代言的 然後我自己其實也 也偏喜歡消耗費 所以我現在最大的困擾就是 我重新太多 我不太要禮物的 房子吧 但我也不會跟人家要這個啊 就是會自己加油啊 跟老公一起加油 對 不是有 應該說練習理財啦 那因為我其實不是很專精 可以去投資什麼基金股票那些人 所以房地產就是我比較好的理財方式 我跟我老公一直都把看房當成習慣和興趣 我們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買不起也可以先看啊 你有錢的時候你才會買對嘛 確實 當然啊 台北房子貴這還真貴呢 都是幾億的我們 對啊 真的買不起啦 她的好姐妹 劉平安日前入圍金鐘 這家女可以叫卻落敗 我常常覺得入圍的人有什麼好安慰啊 入圍就是一個超棒的肯定了 我從來不安慰入圍的人 更何況那個戲子的收視率這麼好 沒有可安慰的東西 我覺得劉平安是一個很知道自己價值的人 真要安慰是安慰 我們這些都沒有入圍的人吧 誰安慰誰 不我們奇妙嗎 因為有些人需要 沒錯我知道你講的有些特定人 他們需要一些鼓勵 你知道嗎 我不說 我不說 對 好 你們自己想我就不去說了 嘶 嘶